- 歡迎收看奇妙世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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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我是馬可牧區的敏珍 - 很高興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 - 地球另一端的國家 - 南美洲的秘魯 阿魯 - 今年7月 - 我前往南美洲自助旅行 - 我們只有兩個女生 - 這是三年多前 - 在疫情前本來要計劃去的地方 - 今年終於成型了 - 秘魯其實蠻多就是有一些抗疫事件 - 治安不好很危險很落後 - 他們就很多人問我說 - 為什麼兩個女生敢飛到大半個地球 - 來到南美洲而且是自助 - 秘魯距離台灣真的非常的遠 - 最快的飛機至少要飛一天多的時間 - 才能夠到達 - 那我是選擇台灣 - 然後再飛到美國的LA - 然後再轉機前往秘魯的首都立馬 - 因為秘魯是位於南半球 - 所以我們台灣的7月 - 剛好正值他們的冬天 - 再加上這一次 - 我們是有28天的一個旅程 - 大部分都是在高海拔的地方 - 所以高山震的要是很重要的 - 那我的旅遊規劃是先從海拔 - 大概是1000公尺的立馬開始 - 然後再前往被火山圍繞的 - 第二大城阿雷吉帕 - 就是阿雷吉帕這個地方 - 大概是2400公尺 - 然後最後再到庫斯科 - 大概是3400公尺 - 那我們在庫斯科 - 比較多會看到的是像馬丘比丘 - 或者是這一次我最害怕的大魔王 - 就是那個彩虹山5200公尺 - 那其實要慢慢爬山才比較 - 不容易有高山震的狀況 - 那我想問問大家 - 就是你們如果是秘魯的話 - 你們第一個會想到什麼 - 我剛剛有去問高牧師 - 牧師是想不出來這樣 - 他們大部分都會想到是馬丘比丘 - 還有那個很可愛很可愛的羊駝 - 那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 - 第一個城市就是古印加帝國的首都 - 庫斯科 庫斯科 - 那也是我要前往著名的景點 - 我們只要去馬丘比丘 - 一定會到這個城市 - 然後去那邊先適應高山震 - 因為它大概海拔是3400嘛 - 庫斯科被稱為古印加文化的搖籃 - 那也叫做安地斯皇冠上的珍珠 - 因為庫斯科的城市裡面有很多的宮殿 - 然後有很多古印加的石牆 - 然後還有一些街道 - 其實都是一些印加的遺跡 - 那在西班牙它進入到南美洲之後 - 它就開始進入會有一些巴洛克的房屋 - 然後融合他們之前原本的印加文化 - 然後形成一個很特殊的建築 - 所以它其實整個庫斯科 - 它是印加最重要的古城 - 我們可以稱它為一個建築的一個博物館 - 那我會在庫斯科先稍微停留 - 然後再坐所謂的他們當地的火車 - 然後前往馬丘比丘的三角下 - 有一個熱水鎮 - 然後去住一晚 - 那個地方熱水鎮很特別 - 就很像我們台灣的烏來 - 它其實是有溫泉 - 然後有一些溪流 - 然後沿著山壁就會蓋一些房子 - 那我們去爬馬丘比丘的話 - 最好的時間是半夜四五點起來 - 然後大概是六點左右搭上公車 - 然後早上七點左右就進入 - 就是馬丘比丘這個地方 - 那為什麼這個時間很好 - 因為那時候天還沒有亮 - 然後就是整個馬丘比丘 - 就會變成好像雲霧繚繞 - 然後慢慢太陽就是從那個山的後面 - 慢慢升起 - 然後就感覺好像揭開古印加文明的 - 一個神秘的面紗 - 然後來到馬丘比丘的話 - 我是事先先在網路上買票 - 就是我就先大概前半年 - 就是先買好票 - 因為當地有時候 - 那個很熱門的時間 - 你可能當地買不到票 - 那我們它總共有四個參觀路線 - 然後每個路線只能往前走 - 就是你不能夠說 - 我逛一逛還像回來 - 沒有它只能往前走 - 不能再走回頭路 - 然後所以我是覺得要慢慢走 - 慢慢去感受它的美 - 那據說馬丘比丘 - 它的背後有一個山 - 就是如果是這樣倒著看的話 - 就很像一個印加人 - 然後仰望天空的感覺 - 那它最高山的鼻子那個地方 - 就是另外一柱很高的山 - 叫做瓦納比丘 - 那很多外國人其實是践行的話 - 他們都會去爬這一座山 - 那很多外國人其實是践行的話 - 那1983年馬丘比丘 - 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- 定為世界遺產 - 而且是文化跟自然的一種雙重遺產 - 那2007年馬丘比丘 - 被評比為世界七大奇蹟之一 - 那我來到庫斯科 -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- 有一個很美麗的叫做彩虹山 - 那彩虹山它是5200公尺的單峽地形 - 本來它是沒有被發現的 - 大概在2016年因為地球暖化 - 它本來是整個被冰雪覆蓋 - 那因為地球暖化 - 然後它才呈現出來在世人面前 - 那我們如果從彩虹山的登山口 - 爬到最高的地方 - 它整個來回大概要10公尺 - 可是10公尺可能對很會爬山的人 - 可能就覺得好簡單這樣 - 可是其實因為它的起點就是 - 已經是4450公尺 - 那我們台灣的玉山最多也才3900多馬 - 所以其實已經是很高了 - 那我本身也沒有在爬山 - 所以我那時候是很緊張 - 但是我覺得很感謝神 - 就是我要去爬山前的時候 - 我就趕快就叫我媽媽禱告 - 然後教會很多人在為我禱告 - 因為我真的很怕 - 就是會有高山症的狀況 - 本來是打算開始登山的地方 - 我就要坐馬 - 結果那個馬非常搶手 - 就是它只要 - 我要從那開始登山馬 - 然後後面很多人 - 人家爬上的時候 - 它只要很累 - 馬上那個馬就被攔截 - 所以我是走了三分之一後 - 才找到有馬可以坐 - 然後我就前面三分之一是用爬山的 - 然後三分之一是坐馬 - 那最後的三分之一 - 就是要從海拔4900公尺 - 到最後最高的5200公尺 - 那個是都沒有辦法 - 不能做任何的交通工具 - 只能自己爬 - 那我就會在我旁邊看到很多 - 很多各國的人士 - 不管是年輕力壯的男生 - 女生都一樣 - 他們就會倒在路邊 - 然後就是吐或是呼吸不順 - 然後我覺得很感謝神 - 就是我以為我的體力很差 - 但是我知道背後有很多人在幫我禱告 - 所以我就沒有什麼高山症的症狀 - 然後就完成這個壯舉 - 然後我在山上就很開心 - 喝唱你真偉大 - 就是感謝上帝 - 就是這個世界的那種 - 很特別的地方 - 很多的奇景 - 然後我可以親眼所見 - 祕魯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- 它叫做迪迪克克湖 - 那它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一個 - 船隻可以通行的一個河流 - 就是南美洲最大的淡水湖 - 它海拔大概有3812公尺 - 那它整個湖總共有四分之一個台灣大 - 當中有五十一個小小的島嶼 - 那迪迪克克湖這個湖 - 它是有兩個國家就是劃分嘛 - 一個就是蜜乳 - 有百分之60% - 然後如果40%是屬於玻璃圍牙 - 那我覺得這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- 就是說它這個湖上面有非常多的飄浮的芦苇島 - 那這個芦苇島它是怎麼樣形成 - 就是它有一種植物 - 就是你把它放在那個河上面 - 它就會自己飄起來 - 當地的那些原住民那些的人 - 他們就會用那個芦苇 - 然後就把它切割 - 綁成一束一束 - 然後開始做地基 - 一層一層一層的鋪上去 - 可是因為那個芦苇嘛 - 就是植物它是泡了一段時間會爛掉 - 所以它們就要一直不斷的 - 在這些上面一直覆蓋覆覆覆覆 - 不然有可能如果你沒有覆蓋 - 就是睡起來的時候你旁邊就會湿湿的這樣子 - 我那時候在那個滴滴克克湖的時候 - 我覺得很特別 - 就是我的網路只有買那個 - 就是蜜乳而已 - 因為玻利維亞它好像要當地買網路 - 我就會變成我是航行在滴滴克克湖那邊 - 那只要我們的船隻 - 它是比較靠近蜜乳的時候 - 我就會有網路 - 就是大概比較接近玻利維亞的時候 - 我就失去那個網路這樣 - 所以我覺得蜜乳其實是一個 - 還滿神奇而且很豐富的地方 - 很歡迎大家是可以去來感受一下這個 所谓的南美洲安地斯山脉 然后印加古文明 然后结合一些西班牙 一些不同文化的一个地区 然后它虽然有点远 但是我觉得能够有这种机会 去清零看这些有关于世界 很特殊的美景的话 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然后感谢大家今天来收看 奇妙世界 这一集是《勇闯南美》的第一集 有关于秘鲁片 那接下来我还会跟大家介绍 另外的国家叫波利维亚 就是敬心期待 然后最后我想要教大家 就是一些西班牙语 刚刚我开始的时候 我就说Hola这样子 Hola就是西班牙语当中的 你好就是hello的意思 然后如果是他们最后的谢谢 就叫gracias 就是我也只会这样句 然后gracias 大家下次再见